快到出残影的演奏 你见过几个呢 今天就来看看世界最快首速的野风飞舞 快到怀疑人生 这首有世界最快钢琴曲之称的野风飞舞 是俄罗斯作家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 尼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名曲之一 由于旋律极快被很多音乐家作为展示用的炫技神曲 野风飞舞也是世界上弹奏钢琴最快的音乐家 马克西姆的成名曲 快一秒能弹出16个音符 屡次刷新人类极限记录 被视为钢琴的颠覆者 谁说女子不如男 中国钢琴魔女王宇佳的野风飞舞 快到出残影 猫和老鼠成不起我呀 屡次刷新人类极限旅 宣刷新人类极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卫·葛瑞特2008年12月20日演奏野风飞舞 以65.26秒的速度打破了66.56秒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而这些用电极的演奏野风飞舞的大神更是手速惊人 这位大哥仅用17秒就弹完了 野风飞舞直接变成野风兴奋的超畜狂舞啊 野风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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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最短的裙子 弹最难的曲 老外听完他的演出啊 都激动了下跪 今天就来看看 这个叫王宇佳的女生 到底有多牛吧 1月28日 来自中国北京的钢琴家 王宇佳 完成了一场轰动全球的演奏 他踩着恨天高 演奏了四个半小时 网友说啊 这就相当于你产了石车煤 但一口水没喝 四百多页的群补 王宇佳全背下来了 而且一个音也没弹错 演出结束后 指挥家雅尼克 直接跪在地上 对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王宇佳的女生 从小就被称为音乐神童 他八岁已经能弹超越十级水平的钢琴曲 当时钢琴教材里示范弹奏的视频就是他录的 他的野风飞舞出神入化的手速 更是让他有了非纸钢琴手的绰号 王宇佳十四岁 出国深造 后考入科里斯音乐学院 成为朗朗师妹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很多人把他称作女版朗朗 但王宇佳不喜欢这种说法 他只是想做自己 王宇佳刚开始因为穿着暴露 被保守的古典音乐圈强烈的抨击 但他从来不在乎外界的目光 并且现在音乐也已经替他证明 他就是当之无愧的钢琴女王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前几天老郑偶然看到这个视频 83位琵琶家 为纪念琵琶大师刘德海 共同演奏名曲《十面埋伏》 场面是十分震撼 83位琵琶演奏家 动作整齐划一 弹奏的曲子是杀气十足 从头到尾 老郑的鸡皮疙瘩就没下去过 《十面埋伏》 要说最近几年的民乐 真的是越来越火了 甚至还登上了国外的演奏舞台 这波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位硕士 也是把琵琶带到西方世界的敌人 吴满 就曾在国外的某个音乐会上 一首过年必备歌曲《金蛇狂舞》 成功的征服了西洋乐器 只要琵琶一响啊 顿时就听不见旁边低音提琴的声音了 这也难不得网友评论 琵琶不愧是能成精的乐器啊 当然了 这也不是吴满第一次用琵琶去惊艳外国人了 早在98年的时候 他就被前美国总统邀请去白宫演出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受邀的中国音乐家 去年他还作为特殊嘉宾在肯尼尼艺术中心 表演了经典曲目《阳春白雪》 把身后的一众老外是看的目瞪口呆啊 都说三年笛子五年宵 一把二胡拉断摇 二胡作为乐器中的流氓 同样有很强的图书性 二胡大师高韶清 就曾在加拿大总督的就职典礼上 和国外乐队合奏了这首战马奔腾 即便是这么胡的画质 都挡不住二胡发散的魅力 独特的音色和技巧 更是震惊了全场啊 中国古典争取《鱼舟唱碗》 中国古典争取《鱼舟唱碗》 大家肯定不陌生了 我们听了三十多年的天气预报背景音乐啊 就是来自这首曲子 而我国著名的古征大师袁立 就在国外音乐会上 独奏了这首享誉国内外的古征名曲 争声一出使全场都安静 演奏完毕后 台下观众的掌声长达一分多钟 这就是明月的魅力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老周视频的记得点赞 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